9月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习近平请桑切斯转达对菲利佩六世国王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 去年 中西共同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一年多来 双方保持各层级密切交往互动 高质量推进新领域合作 明年是中西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双方要秉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建交初心 胸怀全局 着眼长远 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内涵 打造富有战略定力的长期稳定的中西关系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习近平强调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过长期实践 找到的一条正确发展路径 将坚定不移走下去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做出系统部署 这为中西两国深化和拓展合作带来新机遇 双方要发挥好经贸混委会 科技联委会等平台作用 在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 新能源等高技术领域 共促发展 实现互利共赢 希望西班牙继续为中国企业复兮投资新业 提供公正 公平 安全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双方要坚持包容互建 加强语言教学 青年 文化 旅游等人文交流 促进人民友谊 中方赞赏西班牙去年下半年 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 积极推动中欧交流合作 明年是中国同欧盟建交五十周年 中方愿同欧盟一道 总结双边关系发展成功经验 推动中欧关系发展 沿着独立自主 相互成就 造福世界的方向稳步前进 希望西班牙为此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 中国和西班牙都是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国家 都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中方愿同西班牙扩大面向全球南方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加强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中的沟通配合 为世界和平稳定和人类进步视野注入更多正能量 桑切斯转达费利佩六世国王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 表示很高兴时隔一年再次访华 这表明了西中关系的紧密程度 西中友谊远远流长 两国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不断发展深化伙伴关系 我此访期间 双方签署了绿色发展等领域多项合作协议 展现了双方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 希望双方加强人文交流 深化经贸 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合作 西方愿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环境 西中双方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捍卫多边主义 当今世界面临动荡冲突 贫困 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 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关键力量 对解决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发挥着重要建设性作用 西方从战略高度看待同中国的关系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做中国可以信任的伙伴 期待进一步深化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两国人民福祉和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西方支持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原则 不赞同打贸易战 愿继续为促进欧中关系健康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王毅参加上述会见